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篇主日信息 正式分享古文物当中 全藏伯利恒之星的奥秘 一个历代历世皆被刻意隐藏的秘密 十点有关埃及金字塔之迷 第一点 基什金字塔 是为耶和华作证据的柱子 古埃及基什金字塔 是依照聂户座在一万七千年前的形态所造成的 每个金字塔 都是依照人类肉眼所看到天上聂户座的光度比例而建造的 第二点 斯新人面像在整个星图当中 指向狮子座最光的星Regulus 斯新人面像代表狮子座 和金字塔是同期建造 它和聂户座形成的角度大约四十五度 指向银河另一边狮子座最光的星Regulus 第三点 尼罗河也是星图的一部分 斯新人面像指着狮子座 因为狮子座距离猎户座非常远 不可能建在代表猎户座的 基什金字塔旁边 所以只能以指着的方向 来到导向出狮子座 而旁边的尼罗河代表天上的银河 第四点 基什金字塔代表猎户座 上面是天狼星 从尼罗河北方第一个金字塔 基什金字塔上方代表大犬座天狼星的金字塔 就是星图的开始 到南方最后一个金字塔代表大犬座Canon's Major 亦都代表了完整的360度的银河 等于将一个子筒放平 分为上下 而未展开之前 那个展口其实在同一个位置 第五点 基什金字塔下方所代表的 就是七子每星和其他的星群 基什金字塔代表猎户座 下方就是七子每星和其他星群 所有金字塔的大小 是依照天上同样位置最明亮星群而建造的 第六点 尼罗河上金字塔星图 并不是按照天上星秀之间的距离比例而建造的 如果七子每星下方的星 即是橙色部分 对比银河是正确比例的话 七子每星的对应金字塔 绿色部分就是放大了八倍了 这个代表了七子每星的金字塔 才是整个星图的主角 不单止这样 在上方的猎户座星群 紫色部分也放大了六倍 所以一如圣经所说 在整个银河系 参星和卯星才是主角 《约伯伎》三十八章三十一节 你能是住卯星的结魔 能解开参星的大魔 第七 埃及太阳神殿的位置 就是百利行之星的位置 在埃及地图上按住这个比例 由最上的天囊星到最底的大猿座 拉上一条线 中间的位置就是五十个金字塔中 最重要的一个建筑物 埃及的太阳神殿 是参照方尖碑的形状而建造的 亦都代表了百利行之星 它称为HD 283271的一火G级星 是卯星里面的另一火太阳 根据古籍的记载 金字塔是包住云石建造 却唯有太阳神殿 是包住金而建成的 而所有埃及仪式的繁制 亦都在太阳神殿里面献逢 第八点 国度和国权 阿蒙斯书第五章第八节 要尋求那做卯星和参星 使死瘾变为神光 使白日变为黑夜 命海水来囂在地上的 他使力强的忽糟灭亡 以至保障遭遇毁坏 卯星和参星都和国权 国度有关 原因 他们是百利行之星的路标 第九 金字塔和美国一元紫币 美国一元紫币的金字塔 亦都隐藏着星光的秘密 第十点 埃及金字塔星图对比 火星面具和华盛顿地图 百利行之星 自古以来都有方法找到出来 就是在金牛座背上 它的形状好像牛腿的七指梅星 所指向的方向 再加上以猎户座的三火星 拉成一直线 那个交叉点 就是百利行之星的所在 而塞多尼亚 亦都是一张星图 火星面具的位置 就是17000年前 百利行之星的位置 远比人造卫星 在1976年探访火星之前的1958年 已经有人知道火星面具的秘密 亦都将它画成漫画 根据罗马文字 金字塔这个字 亦都是火星土丘的意思 同样 华盛顿的设计 亦都是一张星图 而方尖碑的位置 正是百利行之星的位置 英国的布拉福特大学 所收藏一幅共济会 Freemason的图画 亦都表明 他们早已经知道 百利行之星的秘密 图中包括 共济会的圆规 各尺 亦都包括了 七指梅星 聂户座 百利行之星 星的下方 有梯子 光柱 鑫 锁匙 和十字架 意思是 每当有人受到光柱照射 身上DNA的锁 就会被打开 十字架 就是代表 这火星和光柱 是百利行之星 藉着百利行之星 世人知道 主耶稣才是凡祭的实质 祂只是神所越纳的王者 而主耶稣一生所作的 就像七指梅星的牛腿 形状所指向的百利行之星 以正途的方式 得到野牛之力 就是将自己献为凡祭 为神钉在十字架上 利未记第一章九节 但凡祭的状腑与腿 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 全烧在坛上 当作凡祭 献于耶和华 为兴香的火祭